做事情要求比较严格 但他其实对两个儿子的爱都是 他只有四个小孩 都是一样的 但那天梁鹤群有报一个料 他跟他爸合作的人 就是血河泪的故事 因为他爸很严格 那我这边就报一个小料 梁岛他曾经跟我讲过 他拍戏一定是禁止带经纪人的 艺人不能带经纪人来 因为他们有时候可能是去南部出外景或什么 他觉得说艺人就一个房间 那如果你们又多带 是不是剧组要多开支 但他说他不是省这个钱 是希望把这个钱用在制作费上 而不是去花这些周边的钱 可是可能以前那年代可以 我觉得现在就是艺人 他们可能仰赖经纪人比较多 我觉得这年代要这样应该不容易 所以就会有那个 那好险梁岛这件没什么在拍戏 不过那一天好像连梁正群自己都爆料说 他应该不太想再跟爸爸合作 对对对 然后他们说他们碰到每一个人说 我跟你爸合作过 他们第一句话都是 对不起 对不起 什么这样子 就是跟爸爸合作一定很严嘛 然后每个人都会讲说 跟你爸合作怎么样什么的 这样对对对 所以他在圈内是严厉文明的一个导演 但他自己有澄清 他说他私下其实是和蔼可亲的 对只是工作的时候比较严肃 他就没有出包过吗 对自己要求这么高的人 他就有讲 他那时候跟一个 他说有一个女主角跟他合作 后来就是每天都给他凑脸 等到这部戏都拍完了 也就是每天凑脸 后来有一天 他那个女主角就 入围了金钟奖最佳女主角 亚洲电视大奖也入围 他看到梁岛就远远就抱住他 对就很感谢 没有他话没有今天这样 所以真的是写和类